从始至终,你没有对被害者家人说过一句道歉的话,即使在今天最后的时候,你可以说出任何你想说的内容,无论是长还是短,然而在今天,直到盈盈被你杀害后的第769天后,你依然无法说出一句简单的对不起。 当地时间2019年7月18日,在张盈盈遇害769天后,这场牵动无数人心弦的审判,终于落下帷幕。 据芝加哥新闻公报报道,由12人组成的陪审团,在两天内审议了超过8个小时后,最终仍未能就该案判决达成一致决定。 最后法官宣布,被告克里斯腾森被判终生监禁,不得保释,在宣布判决前,法官沙迪德称,克里斯腾森完全没有悔意,并且拒绝在有机会时,做出任何刑事的道歉。 法官说,陪审员的判决,反映出他们的人性,而不是被告的。 在漫长的两年多等待后,最终还是没有等到死刑判决,这让许多人感到失望。 然而这样的审判结果,从美国司法实践的角度来看,其实并不意外。 从之前的种种迹象来看,这一结果并不令人意外。 因为要让12人达成,死刑判决的难度太大了。 美国资深华裔刑事辩护律师海明在判决结果出炉后,对澎湃新闻说道, 让人觉得难受的是,罪犯在宣判后,居然还露出了微笑。 而且至今没有交代隐隐遗体的下落,从这个角度来说, 法律惩罚罪恶的目的没有能够达到,要让12名陪审员一致, 同意判处一个人死刑本非易事。 根据一直密切关注,此案的当地媒体,WTTW电视台报道称, 在18日的闭门审议中,12名陪审员每个人都必须评估检方提出的应当判处, 被告死刑的加重因素,是否足以超过减轻因素。 如果陪审员一致认定加重因素较大,他们应该投票支持执行死刑。 如果他们认为减轻因素较大,则应选择终身监禁。 虽然根据要求,每一位陪审员都应该严格,遵守这种理性的评判标准。 但是实际上,许多人可能会在投票时,因为自己的决定, 可能导致某人被处死这一结果而产生犹豫。 最终,让12名陪审员一致,同意实施急刑死刑,可能会很困难。 报道在判决结果出炉前写道,此前就不乏这样的先例, 2008年,亚利桑那州法院在一起寻求判处死刑的谋杀案审判中, 由于仅一名陪审员拒绝投票支持死刑,被定罪的罪犯最终被判处终身监禁。 据福克斯新闻的报道,一名陪审员透露,在最后的商议中, 12名陪审员中有10人赞成死刑,两人反对。 而根据一份陪审团商议记录文件显示,就该案轻判因素中, 有两名陪审员认为,克里斯·腾森在犯罪期间酗酒和服用抗疫预要, 可能导致严重的副作用。 另有5人认为他没有人格魅力,不太可能招募他人实施暴力行为。 而张盈盈案从一开始,就是一起极为特殊的案件,受访的法律专业人士认为, 一个百分之百无辜的受害者,遭遇了最残忍的折磨后被杀害。 遗体至今仍未寻得,这使得本案符合美国联邦法律判处死刑的条件。 即便是本案的案发第一例诺依州州法律,已在2011年废除了死刑。 美国司法部仍在2018年年初,做出了对被告克里斯·腾森,寻求死刑判决的决定。 美国政府也认为,应当将死刑的惩罚纳入最终考量。 在美国,寻求死刑判决的案件并不多见。 联邦法院一年接受的死刑案一般,不会超过几十几。 大部分被判死刑的案件,最后也都经过庭外和解结束。 如果被判死刑,克里斯·腾森将成为自2011年伊利诺伊州废除死刑后的第一个死刑犯。 有受访的法律专业人士告诉澎湃新闻,面对检方寻求死刑判决的态度。 辩护律师从一开始就明确了免死的辩护策略。 最初,辩护律师试图用精神疾病来免死。 根据美国法律,即使被告承认自己绑架并杀害了张盈盈,如果能证明她在实施犯罪行为时患有精神疾病,被告就可以逃脱罪名。 法官只能判决被告进入精神病医院。 然而在开庭前两个月,辩护律师却突然宣布放弃以精神健康作为辩护理由。 媒体分析认为,这或是因为辩方已了解到检方掌握大量被告实施犯罪的证据,包括证明其之前做了充分的准备与计划,之后又多次欺骗联邦探员。 拒绝透露遗体去向,太多的证据使得精神问题的借口难以成立。 不过在熟悉美国司法体系的人看来,此案的罪犯要被判处死刑的难度依然很高。 从过去一个多月的庭审内容来看,辩方在整个辩护过程中,清晰地表现出其免死的策略。 芝加哥论坛报分析认为,辩护律师采取了一种非常罕见的策略,从一开始就将重点放在第二阶段量刑的审判。 因此在第一阶段审判一开始,就承认其当事人是有罪的。 因为辩护方希望,陪审团的震惊情绪,在接下去长达几周的庭审内,可以得到平复和缓解。 这样在量刑阶段,决定是否判处死刑的时候,情绪不会特别激烈。 与此同时,辩护律师为免除被告,死刑做了大量的工作,在量刑阶段。 与检方提出的八项婴重判因素相比,辩方提出了49项婴轻判的因素,包括强调罪犯童年的病史,曾是优秀助教。 检方证据不可靠,酗酒母亲的影响,没有犯罪记录,以及在医州大学咨询中心,没有得到合理治疗等。 在第一阶段定罪审判时,辩方只召集了4名证人,而在量刑阶段时这一数字大幅上升,辩方曾要求多达41名证人出庭,最终包括被告父母、妹妹和前妻等18人出庭作证。 所有这些努力,只是为了一个目的,只要能够说服12位陪审员中的一位,认为克里斯·腾森不应该被判死刑,辩护就算胜利了。 在审判第一例诺伊州,早在2011年就已经废除了死刑,尽管此案由于满足联邦法律,要求可以诉诸死刑判决,但是谁也不能保证,有控辩双方一同从当地普通民众中挑选的12名陪审员中,没有一个人不会受到废除死刑观念的影响。 最后,即使罪犯被判处了死刑,离被执行死刑依然有遥远的距离。 美国资深华裔刑事辩护律师海明告诉澎湃新闻,一般被判处死刑的案件中,被告往往会选择上诉。 在最近的20年,美国一般的死刑案件被告上诉程序差不多需要耗费10到15年时间,一些被判处死刑的人,还没有等到执行,已经死在了狱中。 在这背后,既体现出美国司法制度,对个人生命的重视,也暴露出对被害者家人不公平的缺陷。 在海明看来,如果被判处终生监禁,克里斯滕森预计应不会再上诉,而如果被判死刑则很可能会选择上诉。 此后他的案件,可能会在漫长的上诉过程中徘徊,且不去说巨大的经济成本。 这种长期被案件的折磨,给张颖颖家人,甚至是被告亲人带来的情感伤害,也是巨大的。 本期节目到此结束了,如果想获取更多内容请订阅,谢谢。